来自封冰箱的口竹画家金庚宏 15岁的一场车祸导致他只剩下脖子和手腕可以动 但凭借着对绘画的兴趣及启蒙恩师谢昆山指导 从建制性以口咬笔的方式画出了自己的新人生 日前在导人艺术空间带来世欲回敬油画创作个展 封冰箱长江丽婷也出席和金庚宏母亲站台接幕 期盼在疫情笼罩之下可以带给民众正面的能量 来自封冰箱的口竹画家金庚宏 自2020年品味花莲的蓝连展后再次举办个展 由封冰箱公所主办导人艺术空间策展 事欲回敬金庚宏由画冲作个展 以梦境回忆继遇描绘金庚宏于现实幻梦间的绘画世界 承认护理师常年陪伴他的封冰箱长江丽婷 特别到场和金庚宏的母亲为展览节目 画作已陆续在台北花莲开展获得收藏 并与长庚医院合作 指导更多与他有同样处境的伸张者作画 大家好,我是金庚宏 我住在封冰箱的一个小村庄 很感谢大家在法门之中来参加我的画展 我很喜欢家乡的景色 所以我几乎的一些图都跟家乡有关 而且更喜欢蓝色 蓝色对我来说是自由的象征 所以我每张图几乎都有蓝色在图画里面 在这里还是再次感谢大家能来到这里看我的画展 谢谢 虽然他是没有办法用靠他双手双脚的工作 可是他可以靠他的这个专长来帮他专业加油 我们可以想过这样的家庭他要付出多少的经济压力 所以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我感动到 所以我所长上任的时候我就跟所长讲 一定要帮跟我当一个画展 那真的我也非常高兴 在两年两周年前两前两个礼拜也是我两周年 能够在两周年给我一个这样很好的礼物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也希望透过跟梦 虽然他是这样子 但是他非常的有正向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刚好是因为现在的环境 因为疫情一直在来爆发 我们也会很担心 但是大家不要怕 我们只要有正面的想法 我们只要有乐观的心 我们只要很阳光 我们只要很温馨 所有的看待所有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认真来生活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非常的感动 但我也希望透过跟梦的画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他几乎画的都是我们东边在地的 所有的角落的一个美景 可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当场看跟画在画上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 他是用他的感觉 他是用他的记忆 来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情绪情感 画在他的画像 那我也谢谢我们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的跟梦的妈妈 那他也真的很辛苦 也谢谢他能够跟我一起来努力 也成就我们来会公文 对跟梦做的他想要做的梦想 展览也特别展出悬购于金跟宏家中的颜料色号标记 这些工具服原辨认的色彩是他日常创作的重要工具 像是作品希望 呈现一片灰暗天地与小绿雅的强烈对比 信心铝鱼潭等 则是透过风景描摹 记录近年他与外界的联系和人际的互动 由于是以口咬鼻握床仰角45度作画 作品宽幅都不大 策展将许多画作跳脱框架 除了表达平栏远眺的视野 也表达他突破生命困境的创作精神 期盼在疫情笼罩下带给民众更多的正面能量 这里再讲邦夜华理事报导